中国潮流玩具品牌泡泡马特 近来风靡全球 有多种款式人气超夯 其中一个系列 最近又推出了二代版本 让各地再掀起一股抢购潮 有民众就拍向了台南百货公司外 一大早就出现了大批人潮 等到百货公司一开门 手刀狂奔冲到柜位去抢购 过程当中还有人跌倒 插队爆冲突 台南这间百货公司外 挤满大批的人潮 开门时机一斗 立刻手刀狂奔 小心 全体的人拼命往前冲 朝着目标前进 过程中还有人跌倒受伤 有没有人摔倒 摔倒人我只有知道 百货人员就像在看后戏 因为这群人不是为了中年轻而来 而是为了疯抢中国潮流玩具品牌 泡泡马特的系列商品 干嘛啦 这名男子一次插队惹怒了 后方的民众气得向工作人员反应 不是啦 他刚刚有人作弊 撈人家进来 为了抢货民众炒翻天 泡泡马特爆红 粉丝透露 想买拉布布系列 各门市数量款式都不一样 想看有没有热门款 就只能现场盲牌 牌到进到店里面才知道有没有卖 就像是猜盲盒一样 他们因为现在不是溢价很严重 就是赶快冲那个去抢限量款 老婆婆现在都涨到两到三倍左右 很多人是抢到之后会转卖 收藏不是主要目的 后来是因为被那个泰国那个什么LISA 所以他被他带红的 不然以前他其实没有 没有这么夸张 每天早上都这样 大家都是来抢看有没有会出现 就是比较夯的商品 泡泡马特兴起旋风 让各店涌现抢购潮 也因此出现不少乱伤 只有洪富奇在台南大采访不到 那我们是因为妻子在哪里 使用梁服务的爪 complicated 那再次上次了 不再说 不再说 不再说